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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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幾哥 這傢伙精神著呢 要是不小心跑出來 可夠大伙忙活一陣子的了 放心吧老大 我們會看好他的 驟 驟 二團長 驟 二團長 二團長 雪岚 他們又想幹什麼 蘿蔔那傢伙剛剛抓回來一隻沙漠蜥蜴龍 二團長 這傢伙可能賣個大價錢 這傢伙想之後 讓兄弟們過幾天好日子 就是 我去看看蕭顏 你去忙吧 是 我去 大哥 驢 小炎子的傷還是沒有起色嗎 已經五天了 我真怕他 這小子再不醒來 內心因爆炸而滯留在他體內的鬥氣 會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大哥 有什麼其他辦法可以喚醒他 石墨城的醫師和煉藥師我都請來看過了 大家都束手無策 可惡 團長 二團長 請你們趕快去一下練武場 走 沒想到這魔獸還真不小心跑出來了 沒事 要不這行給兄弟們練練手 走 別慌別慌 你起上 救護你這個混蛋 二團長 小炎交給我了 你們快走快 團長 這隻魔獸原本被麻醉後 好好的關在籠子裡 但是那傢伙 那傢伙 現在大家 都拿他沒辦法 小力 小力 走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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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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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 还好吧 小伤 不碍事 多谢罗布先生 及时赶到 救下舍弟 小事一桩 听说 萧炎兄弟的状况 越来越糟了 这若是一直不行 可真是天度英才啊 你 他竟敢这么说暂地 大哥 罗布现在 越来越过分了 别冲动 我心里自然有数 小杂碎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你 你就是在我前进的路上 必须被清除的障碍 是吗 可你太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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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来厌人的仇恨 这样的你 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 你懂什么 仇恨 不会带给你平静的 我很清楚 来吧 不是要杀掉我们 你不是觉得 已经很厉害吗 不错的力量 它不是你的 你说什么 来呀 我说 快干掉我 住手吧小炎 这力量根本不属于你 闭嘴 你就是我的力量 是我小炎的力量 住手快小炎 干掉我 我成功了 老师你看到了吗 是我小炎 冲造出这恐怖的力量 你成功了 我 老师 是你杀了你的老师 我 老师 是你杀了 老师 老师 你 你 老师 您在吗 老师 小妍 突然是一伙异常危险 是否值得冒这个险 你考虑清楚了 三年之约就要到了 我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变得强大 这个世界上才没有什么真正的强者 有的只是想要变强的人 如果想真正把剑挥出去 就要把心里的事放下 挥剑和专咒做事一样 应该就是把心里的顾虑全部放下 以我现在身体的状况 恐怕无法再继续维持灵魂状态 必须要沉睡了 怎 怎么回事 为师很高兴拥有你这位弟子 老师 老师 我可以 我可以传说道谢给你 我 我怎么没发现 每次借用老师的历练 都是在消耗老师的灵魂力量 小燕子 你可算醒了 把我和大哥担心坏了 醒了就好 这样哥哥们就放心了 我没事 让哥哥们担心了 海老先生 您来了 您的状态恢复得越来越好了 看上去也更年轻了 消炎杀掉墨家大长老也是 还望您帮我们保密 毕竟墨城是云兰宗的外门直士 身份不一般 这个放心 小燕子 没有什么比身体更重要 好 养好身体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大哥 我想先自己调理 你们去忙吧 等我修正好 就去找二位哥哥 嗯 嗯 照顾好自己 小燕菜 别让哥哥担心 嗯 这是能让你恢复实力的 浮灵子弹的药方 作为你救我的血力 佛怒火炼的爆炸威力 让我的 让我的灵魂力量受损严重 无法支撑炼制浮灵子弹 你拿这药方 再去找其他的炼药师吧 据我所知 某些药材可以恢复受损的灵魂力量 需要何等药材 老夫倒是说不出 不过想必米特尔拍卖厂的总部 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药材 米特尔拍卖厂总部 在哪儿 夹马帝国的帝都 海老 我们去帝都 老师 我会找到 恢复灵魂力量的药材 唤醒您 大哥 小燕子太过消沉 难道伤得太严重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先让她休息一段时间吧 对了 别让萧嫣知道罗布的事 萧嫣需要好好静养身体 而我们俩 也不能总是让做弟弟的为我们出头 嗯 哼 罗布 啊 海老先生 晚辈还有一事相求 嗯 萧嫣已醒之事 还请海老先生 不要让佣兵团内的人知道 准备清理门户 嗯 另外 晚辈还会放出海老先生离开的消息 只有这样 贪婪的豺狼才会上钩 不错 此不长兵 该下狠手就要下狠手 好 刚刚好 刚刚好 啊 身体内部真是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老师 这地虎莲子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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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 安静的待着 可别捣乱 嗯 我需要尽快恢复,赶快去寻找唤醒老师的药材。 没想到地火莲子的能量如此之大,必须将它导入分局。 不行了,竟然连焚绝也无法完全吸收,必须把杜鱼的能量送走。 小傢伙,便宜你了,乖乖的,别挣扎,我可不会害你。 还好来得及。 可爱!!! 可爱bell 老师 当日我和葛叶前往墨家参加寿宴 谁知突然冒出两个人 其中一位是窦黄强者 另一位并未暴露真实实力 他们揭露墨城多年以来 一直用人类身体实验移植魔兽能力 此等龌龊之事 简直玷污云兰宗的名声 对方可有墨城作恶的证据 那两位神秘人拿到了一些培养怪兽的尸体 而墨城并没有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燕然 你们可知那位窦黄强者的身份 他是否穿着一身黑袍 他 他并未穿着黑袍 当时得知此事后 弟子就与葛先生连夜赶回宗内 向宗主禀报 宗主 老夫认为墨城之事不可深究 墨城做出如此恶事 如不彻查 怎么弥补云兰宗的声誉 老夫自是为云兰宗的声誉考虑 墨城已死 若执意追查墨城之事 恐怕会揪出那四名窦皇与他的恩怨 老宗主必死关后 宗门只剩下宗主一位窦皇 若这四名窦皇因此事迁怒云兰宗 岂不是引来大患 还望宗主三思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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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您招牢所言 也不无道理 随我云兰宗行事向来光明磊落 并不惧怕麻烦 但嫣然的三年之约时期将至 的确不能过多声誓 另外 查清楚墨城此事 所牵连到的无辜百姓 并做好安抚工作 两位辛苦了 你 你好啊 你 你松口啊 你咬我 算了 给吞天王也是给 给他也是给 只要能让地火莲子多余的能量离开 他俩都一样 松口 你应该认识他吧 你可松口 我知道英美毒杀女王的实力 杀我一如反掌 不过你现在却并未这么做 我想 你的实力还没恢复吧 想要吸干我的斗气 那我即使拼了这条命 也要让你再次重温一伙分身之痛 你是第一个敢威胁我的人 你是第一个咬我的女人 刚才的那股能量 应该就是地火莲子 当初若非因为收取青年地心火 身受重伤 这等宝贝 怎会被我落下 没想到 到头来最大的好处 竟然被你给得到了 哼 那骨盒怕是气得不轻 女王陛下不也是成功进化 你得到的好处也少不了 哼 若非当时处在关键时刻 我早就牵手宰了你 人类 不得不说你的胆子很大 你不仅敢独闯我族神殿 还敢将我所计划的本体 当作宠物呢 这份胆量 这么多年来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我可不敢 只是那条吞天马 它好像喜欢跟着我 那需不需要我叫你一声 主人 现在的我 实力的确没有恢复 不过 在我下次苏醒之后 我会许你性命 哼 小家伙等着吧 这世上有资格当本王主人的人 还没出声 好 要变天了 你们这是何言 团长 兄弟们风里来雨里去 为墨铁拥兵团的壮大可谓出力不小 而您似乎实力差了点 这样的团长 恐怕不能服众啊 人大道师都不是 你什么叫我们老子 老子也要等老子 继续 小子觉得 团长这位置 有能舍居致 说完了 不单单是我 大家都 想说的话 就不能自己亲自说 这可不像是你的作风啊 生日 控火能力增强了 怎么回事 小傢伙, 凭你紫禁援去边上呆着, 我这边有正经事要做。 难道, 是因为地火莲子的缘故? 如果我有属于自己的力量, 就不会连累老师了。 小傢伙, 没关系的, 我这边还有。 这磁火也太小了。 按照这个量, 就算是一瓶紫禁援, 也只够烧出一团火焰。 不过, 这个小傢伙也没吃多少, 怎么兔火拖得这么多? 难道是拖夜的缘故? 小傢伙, 看来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了。 小团长, 我觉得兄弟们说得对啊, 你也该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不然, 怎么让大家心服口服啊? 老祖福! 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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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包吃里扒外的东西! 小团长! 罗布兄弟, 我们从来都不强留任何人。 如果觉得墨铁拥兵团不适合, 卓卫可以自行理解。 小弟啊, 拥兵团本来就是最强者才有资格当老大。 当初若不是硝烟, 墨铁拥兵团早就被我给灭了。 如今硝烟已经死了, 看你们还能翻出什么浪来。 你的人齐了吧? 今天你俩是插齿难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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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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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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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錯了, 快點, 快走, 快走。 小团长果然好酸接呀! 但你可别忘了, 我们致盡, 实力和差距! 屁。 小李 小李 什么 混蛋 就叫你自火丹吧 接下来就试试和青莲地心火的融合 海老 发生了什么事 不像是平时练习的动静 完全恢复了 罗布以为你不行了 准备给佣兵团换个老大 当初就不该留他一命 竟然会用引雷的方法 托我的兆气铠甲 托我的兆气铠甲 你还能有多大用水 输手就勤办 罗布 还有谁不服 服啊 真服啊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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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团长 团长 区区两个斗尸 凭靠外力把我逼到如此精力 可否通不服吗 小婷 我的 达到 区区第下陪 您的可怜的弟弟吧 听说 你以为我死了 修 修严 是 是小警告诉我的 是他已经 抱歉 我说错了 小颜 你不要欺人太甚 这小子难道又想来那招 小颜 你这个疯子 上次没把你弄死 这次还想来 大家退后 小砸嘴 老死跟你拼了 这лан 小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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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操控 这小子对异火的控制越发熟练了 小妍 住手 佣兵自有佣兵的解决办法 把他留给我 今天你的情绪有些反常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夜晚很适合怀念 你呢 在怀念谁 明天一早洞山 我要尽快改往地躲 找到恢复灵魂力量的药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怪找不到小妍子 原来躲在这偷偷喝酒 也不叫上你二哥 看来他的状态 还是没有调整过来 大哥 我们 能拥有这样的实力 小妍子这三年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间歇 走吧 我们虽然帮不了他 但是陪他喝喝酒 却没有问题 小妍子 大哥 二哥 来 坐 一起喝酒 来 大哥谢谢你 出手镇住了锣布 喝 喝 喝 差点忘了 大哥 二哥 这是和你们匹配的玄阶中级功法 里面还有配套的玄阶高级斗技 以后 就无需再担心魔布这种角色了 太好了 哥哥就不客气了 一起 小妍子 有什么事情 不要只是一个人撑着 我跟你二哥不是外人 就算我们没有能力帮你 但把烦恼说出来 心里总会舒服一些 我做了一件 自己都无法原谅的事情 哦 那太糟糕了 不过我相信 这世界上任何人都会做错事 说到这个 我跟你二哥倒是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是啊 有一次 护送一个雇主的任务 我当时杀红了眼 没有按照大哥的计划行事 害得我们所有人陷入了绝境 我当时真以为大哥被我害死了 差点疯掉 你还真有脸说这事 但我从来都相信你二哥 最后 也是他救了大家 对 我们家有着迎难而上 永不退缩的血统 迎难而上 永不退缩 当然 我能看得出以你的心性 现在的痛苦 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不过 这次真的无法挽回了吗 就这样就对了 明日一早 我就启程前往帝都 小炎子 三年之约快到了 你可准备好了 三年之约 哪来奄然 这三年为了变强 我放弃 失去的这些 小炎子 若是你没有走向云兰宗 哥哥们向你保证 总有一天 我们会让云兰宗 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及时赌上性命 不过大哥二哥还是坚信 一个月之后 你一定会名震加马帝国的 我知道 来 大哥 二哥 好 来 谢谢 小炎子 谢谢二哥哥 今天 谢谢 嗯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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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I lik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